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頻道呢 每週四都會更新一些咖啡的心資 一些新器材 如果各位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那今天呢很開心呢 我們要來慶祝兩個大事 第一個呢是 學長頻道總算突破8萬訂閱啦 謝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呢學長安排了一個很大的抽獎品 就是我們BARASA VETRUSO PLUS的一個魔鬥機 價值8800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待會沖煮完以後呢 我們就會有抽獎的辦法 所以大家要往下看才能夠有進行抽獎喔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當然就是今年的新年要開始了 感謝大家這一年的支持 也祝大家明年呢 2023的春節吐年 都能夠天天出城杯 那這兩個大事說完以後呢 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今天的沖煮內容 今天學長帶來一個很有趣的沖煮法 是為了讓大家在過年的期間 如果各位有打拍啊 幹嘛的能夠一路發 我們就稱之為168一路發沖煮法 其實呢 它就是一個很濃的手沖濃縮的方案 可以讓你在打拍的時候啊 不用喝太多咖啡 但是呢 它的濃度很高 讓你提神之外呢 非常順利 把把自摸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那168沖煮法呢 顧名思義呢 我們就要給168cc的水 好 我們先用濾紙 那我使用的濾杯呢 是V60 好 當然 錐形濾杯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V60 花瓣 或是新芒 基本上這個沖煮都是可以的 那研磨度呢 跟平常的差不多 或者是稍微細一格 就可以了 不要過分細 過分細的話呢 你容易沖出很苦澀的味道 所以一樣 或者是稍微細一格就好了 然後咖啡粉呢 20克 所以呢 大家可以知道嘛 我們的給水是給168克 所以我們的水粉比才1比8點多 一點點而已 它做出來的風味呢 是非常濃郁的 好 水溫90度 好 準備開始了 首先我們先做悶蒸 悶蒸呢我們一樣給40cc的水 中間 停留2-3秒 往外繞圈 回中間 40cc左右 然後這次的悶蒸時間呢 我們要拉長到1分鐘 拉長到1分鐘 那整體的風味呢 就會很濃郁 那你在過年期間呢 喝一口就精神百倍 然後整體的風格上面呢 很紮實又不會苦澀 那非常有趣 它有類似像手沖做濃縮的一種 調性 當然它不可能跟真正濃縮比 但是它就整體來說 喝起來是很強勁有力的風格 然後呢很適合大家提神 或是如果你過年出遊的時候 要開車的話也可以準備一點 不會讓你想尿尿 但是同時間呢 又可以有很足夠的咖啡風味 讓你很過癮 好一分鐘以後呢 我們第二段給40cc 好正中間 大概50塊硬幣大小的範圍呢 小小水 小小的繞 給40cc 水不要太大 盡量不要讓你的粉被水淹掉 給它正中間的位置 給40 然後休息一下 有看到嗎 我的咖啡粉 它也是很完整的 不會被沖散 不被沖散的好處就是 它喝起來的苦雜味就會更低 但如果你技術沒那麼好 不小心有一點點煙的話 也沒關係 還是會好喝 但是呢 乾淨度會差一點點 好 然後等到我的水都流完以後呢 第二次 我們一樣再給40cc 到120 好一樣是這個範圍 先不要往外繞 就是大概50塊範圍以內 不要超過 再給40cc到120 OK 然後一樣等它水流完以後 就準備接最後一次了 然後我們要給到168 所以 但第三次呢 我們是從外圍往內 網位 網 外圍往內繞 所以比較特殊 OK 水流完了第三段 從外圍 一樣小小水 外圍讓粉都吃到水以後呢 回 中間 好 168 收 168.6 所以喔 看這叫168衝足法 應該各位 用這招打麻將 應該都會自摸贏錢 OK OK 那這樣子呢 大概我們整體時間 大概兩分半左右 原則上不要超過三分鐘 就不太會出現苦澀味 但是如果你衝太快 連兩分鐘都不到的話 可能濃度上面呢 就會稍微淡一點點 那 各位呢 如果想要參加我們這次的抽獎活動的話呢 我們這次遊戲規則很簡單 就是你呢 必須要訂閱學長的頻道 然後呢 留言 留言的題目呢 是 你希望未來 能夠在學長頻道看到什麼內容 譬如說你希望看到學長講 器材啊 或是PK啊 或者是出外景啊 或者是說 講一些咖啡圈的八卦啊 噔噔噔噔的 其實都可以 如果 各位有什麼想要做的 或者是呢 想要看到的內容的話 都歡迎大家提出 那學長呢 就會根據各位的內容呢 來 進行明年的規劃 那我們今天會抽出一台 BARASA的磨豆機價值8800 希望大家都能夠 來參與一下 那學長頻道明年會更努力 OK 那我們今天的 學長開箱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明年見囉 接下來介紹 VV咖啡的合作夥伴 Cafec 是日本咖啡器材專業品牌 招牌快流速的 ABACA麻纖維濾子 是許多咖啡師的首選 最近針對戶外需求 提出的Triton咖啡分享壺 同時兼顧外出的防摔需求 和手沖的使用體驗 讓你的露營不必妥協 詳細資料可參考下方的資訊欄